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真正厉害的人往往是慢行字 一起来听 海桑曾说 将生命慢慢喝是一杯茶 将生命一饮而尽 你就醉了 诚然 生命二字说来容易 但其中滋味却并非三言两语 便可概括清楚 生命如同一杯清茶 人生路上的喜与杯 被岁月悉数冲入茶盏中 你需得清敏细品 才可领略到辗转于唇齿之间的那抹甘甜 若是将其一饮而尽 便如同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 毫无意义 因此凡事都尝试着慢慢来 你便有机会品味到生命之美 李济有言 水深则流缓 人贵则雨迟 潜水喧哗 一眼见底 深水宁静 深不可测 水游如此 何况愚人 锅躁吵闹的人 通常言语无解 有时一开口便暴露出自己的无知与浅薄 而思想深邃的人 在开口之前往往会深思熟虑 自珍俱拙 从而给人一种沉静内敛的好印象 其实 说话缓慢并不是犹豫不决 相反 越是漫半拍的言语 往往越有发人深省的哲理 和震撼人心的力量 胡适和妻子江东秀 是传统的包办婚姻 这二人 一个才貌双全 另一个却目不识丁 简直是 门不当 户不对 除此之外 江东秀 还是一个急性子 常常为生活中 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火 说话也总是直来直去 胡适则截然相反 每当江东秀发脾气时 胡适都默默地由他数落 一句也不争辩 等到妻子气消后 胡适才不慌不忙地 开口劝导 耐心地给妻子讲道理 将事情慢慢地分析给他听 正是这漫半拍的言语 避免了许多争吵 使得这性格迥异的夫妻二人 能够携手度过一生 慢 是一种温和平缓的力量 话到嘴边时 先等上一会儿 慢慢说话 才能安抚他人的情绪 体现自己的修养 狼牙王室家族 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豪门大族 据史书记载 从汉朝到清朝的一千七百多年间 狼牙王室先后培养出了三十六个皇后 三十六个驸马 其中封侯拜相者更是数不胜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狼牙王室能够能够如此兴旨 狼牙王室能够如此兴旺 全凭一句家训 而这句家训 仅有简简单单的六个字 言宜慢 心宜善 短短的六字真言 浓缩了说话的大智慧 正如曾国藩所说 言语迟钝 举止端重 择得尽异 走得太快 便容易跌倒在地 同样 说话太急 便可能招致祸断 说话缓 不仅能减少言语中的谬误 更能使人变得谨慎 稳重 从而练就出成熟大气的人格 红衣法师曾说 处事大忌急躁 急躁则自顾不暇 何暇致逝 日常生活中 欲速则不达的现象比比皆是 原因其实很简单 心浮气躁者 必然难以面面俱到 也就不容易把事情做好 一个人若是只顾埋头向前冲 那他必然看不到脚下的羁绊 由此引发的自我怀疑 比外界的坎坷 更容易致败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座年久失修的古寺 十分破败 附近的村民看到寺中的僧侣们 生活条件如此简陋 便凑钱请施工队伍来修缮寺院 寺庙中的方丈 指派门下的大弟子来组织修缮工作 然而 就在工人们准备就绪时 方丈却突然叫住弟子 对他说 你现在先去磨刀 记住 一定要磨好了 当时工人们在等待开工 可是师父的命令又不能违背 所以弟子只能先去磨刀 弟子三下五除二 便将刀磨好 急忙跑去向方丈禀报 谁知方丈却丝毫不着急 还说要检查一下磨好的刀 弟子将刀交给方丈后 方丈只看了一眼便说 这把刀 你只磨了中间 两边都没有磨到 看来磨刀时内心非常急躁 所以才会用力不均 说吧 方丈便吩咐弟子 再去重新磨一次刀 弟子虽然明白 师父是在教诲自己 可是因为任务繁重 所以磨刀时 心中不免又急躁了起来 这次弟子只是磨平了两头 就送到了方丈那里 让他检查 方丈接过刀 缓缓地说 难道你磨刀 是为了应付检查吗 我看你这次只是磨了两头 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去磨呀 听到师父这番话后 弟子赶忙跪下忏悔 请求师父指导 如何才能磨好一把刀 师父说道 磨刀之前 你应该平静心绪 这样才能用力平均 从刀的一端 磨到另一端 无论有多少事情等着你去做 你的心都不能乱 听完方丈的教诲后 弟子幡然醒悟 从那之后 无论情况有多紧急 他都能把吻字放在心中 以沉着之心去处理问题 萨迪说过 我在沙漠里曾亲眼看见 匆忙的旅人落在从容者的后边 急迟的骏马落后 缓步的骆驼却不断前进 跑得快的人 未必就能先到达终点 做事急的人 也未必就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有时候 正是因为跑得太快 才来不及分辨 究竟哪条路才是捷径 做事之前 先沉下心来观察形势 才能不急不躁 稳中求胜 三毛有句名言 最深最平和的快乐 就是静观天地与人世 慢慢品味出 它的美与和谐 当你在领略过城市的喧嚣 感受过人情的冷暖之后 能够放慢脚步 静静地观察天地与人世 收获的便是这世间的美与和谐 身处快节奏的时代 许多人只顾匆匆赶路 已经走得太过遥远 以至于忘记了为何出发 人不应该每时每刻都疲于奔命 我们更应追求的是生活的质量 快一点 增加的是速度 慢下来 提升的是品质 人生路上 适当地慢下来休息一会儿 你将会收获意想不到的体验 著名作家林清玄 便是一个提倡慢生活的人 林清玄幼时家境贫寒 几乎没有接受过任何的良好教育 但他却每天坚持读书写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 二十岁 林清玄便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从那以后 他便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写作之路 三十岁之前 林清玄便获变了台湾的文学大奖 更连续十年被评为台湾十大畅销书作家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名利双收的林清玄并没有感到快乐 由于需要参加大量的会议与应酬 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 很难静下心来写作 初心也在逐渐变得模糊 此时 林清玄便产生了暂时逃离尘世 去追寻生命意义的想法 而李之年的他 果断放下令人羡慕的工作 入山参禅清修 渴望用心感受生活的真谛 他的选择令很多人不解 却给了自己一个新的机会 参禅静修后的林清玄 将禅宗思想融入到作品之中 在提升作品境界的同时 也使许多人爱上了节奏缓慢的生活方式 在《清欢》一文中 林清玄提出了一种宁静闲适的生活态度 这一生活态度令无数读者向往 清欢是一种清淡的欢愉 可以是听闻林间鸟鸣时的感动 也可以是敬品一壶乌龙茶时的闲适 对于林清玄而言 这种浪费时间慢慢吃饭 浪费时间慢慢喝茶 浪费时间慢慢走 浪费时间慢慢变老的生活方式 大有必义 正是因为这样一种慢 使我们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踏实 在日常生活中活得更自由 在忙碌与喧嚣之中 人们很多时候会忽视生活本身的美好 忘记了自己的那份初心 人不能一直处于奔波劳碌的状态之中 若是只顾低头赶路 即使走遍千山万水 仍然走不出世俗的束缚 适时放慢前行的步调 学会享受片刻的安宁 即便路上布满荆棘 你也能从中嗅得花香 沈从文有言 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 内容复杂 分量沉重 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 而且必须慢慢地翻 诚然 在浩渺的宇宙中 人的一生不过虚余 但对每个人来说 人生并非匆匆而过 每个人的人生 都像是一本厚厚的书 需要你倾尽一生的时间 去认真阅读 做一个慢性子的人 逐字逐句地品味你的人生之书 那么精彩的情节 也许就在下一页